我们的12位选手进行自我介绍吧 有请我们的助理法官 现在有请我们的1号玩家 著名炉石主播 毕游侠 啊 我 我不用自我介绍 我是来飞锅的 你们不要投我就行了 过了过了过了 现在有请我们的2号玩家 狼人杀背影掌门李斯 我发言稍微长一点 去年这个时候我还是个菜鸟 就是逼梁为娼的时候 对吧 然后感谢龙哥那时候把直播带入狼人杀 对吧 感谢王宝宝当年作为当年躺出的 那个什么狼人杀争霸赛冠军 把我们这个狼人杀水平提高了 对吧 今天很荣幸跟很多前辈一起玩 然后之前由于很多平台啊私人的关系 很久没有一起玩了 所以这个活动很不容易 好吧 华山论剑 但是今天 今天这个9号玩家 9号玩家 不太认识 一会儿你介绍的时候 我们大家认识一下 好吧 其他没什么 过了 现在有请我们的3号玩家 老人杀男枪掌门李锦 大家好 那个 多了不说了 呃 沿用2号玩家一句话 能促成这个比赛 3号玩家跟8号玩家 是一直不懈 不懈在努力 争取 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组成这样的比赛 呃 呃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我们 会很珍惜这样的赛事 我们也会 呃 利用这样的 赛事 能够带领我们 所谓的自己的门派 呃 走向 巅峰 好吗 可能讲的有些 少什么 还是稍微回归一点 自我本性吧 就 感谢大家来到这里 呃 很感谢 我们所邀请到的 除了六门派以外的 呃 各位嘉宾 呃 可能很多人 几乎 我觉得几乎 这张座场人 大家都认识 但是 可能 因为他们 每天在 不在狼人杀这个领域 所以 我们今天的比赛呢 也是 表演性质 没有所谓的竞技性 就大家开心快乐就好 好吗 其他不都说了 走 现在有请我们的四号玩家 Best Killer 珍珍老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BK的珍珍 很高兴 再一次 跟大家在上海的 JW Club 相聚了 希望今天大家玩得开心 就这样 现在有请我们的五号玩家 著名炉石主播 拉拉拉 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和大家坐在一起玩浪水上 感觉好久都没玩过了 看到很多老朋友很开心 我觉得我在这个桌子上还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这么多老流氓都是骗子 就是总要还有一些单纯可爱的小玩家 充当被骗的角色 充当被骗的角色 对吧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很好的演绎 对 对对对 还是要有这个部分的角色的 所以我今天来扮演一下 就是那种 啊 所言盛世 极为有理 然后鼓掌 集结 赞同这个 这个环节 希望大家那个骗我 不要骗得太过分的时候 好 过了 现在有请我们的六号玩家 老人杀西头掌门王宝宝 作为未免冠军的我 作为未免冠军的我总要说两句 就是别的没什么 别的 我刚才说想到一句很那个的话 我一下子忘记了 忘记了 反正别的没什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刚才真的想到一句很那个的话 你们要不先说着 等会我想到的时候 再把我叫回来 要不 忘记是什么了 真的忘记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反正先干他妈东勾 这个人真的过分 这个人减肥 告诉我减了二十斤 去牛逼九号玩家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他妈说减肥 五斤都没减到 好 等会再说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过来过来 现在有请我们的七号玩家 著名炉石主播毛毛 大家好 然后我也这段时间算是经常来这里玩吧 之前因为自己很多原因 所以很久一段时间没有来玩老人杀了 就最近经常朋友叫我经常出来玩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玩这个游戏的人 希望今天可以好好表现吧 就这样 现在有请我们的八号玩家 老人杀东勾掌门刘二龙 大家叫我小龙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六号真的不想搭理他 我可以叫你小龙虾吗 主要说感谢的 吹牛逼我不像六号这么后眼无耻 因为这次比赛促成确实非常不容易 因为是跨平台的一次组织 李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然后我还有包括义丰都出了很多的 抽出很多时间精力 搞定了这次华虾认见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可以把 这个国内的狼虾环境可以做的 竞技化可以做的更加规范一点 所以这次我们也是想为其他狼虾比赛做一个标板 不管规则也好 还是各种场外或者发言 各种规范都力求做的更好一点 然后 希望我们在下周的正赛可以打出国内最高的水平 好吗 下周我跟节外先去日本 好吗 先派我们的东沟队员试试各位掌门的实力 然后我再决定老子要不要出山 好吗 过来过来谢谢大家 现在有请我们的九号玩家 国服第一副盘师金武门饮料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那个九号玩家 那个认识的不认识的多关注这 算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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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代表在某一位在后面那个自杀的玩家 假死的状态下呢 暂且代表金武门呢 就是 来到这一次比赛 然后也是非常感谢三号八号十号三位老板 对吧 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中间呢 也沟通上 对吧 我这边可能也有点小锅 这个再次给大家道个歉 好吧 希望这个比赛能够如期的办得很顺利 也希望大家今晚玩得开心 现在有请我们的十号玩家 老人杀新乐长们易峰 首先很荣幸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玩 然后正如二号玩家和三号玩家所说的 就这个比赛龙哥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所以我希望我们参加这次比赛的人 也可以好好地打出我们的水平 把这个比赛打得精彩一点 因为龙哥从五月份开始筹备这个比赛 筹备到现在 才坐在这里打第一场表演赛 真的很辛苦 好吧 我觉得龙哥为中国的狼人杀事业的贡献 应该是前无后无的 好吧 所以虽然呢 贡献是这么大的 但我的心愿就是我们下个赛季坐在家的时候 我还能看见你 好吧 希望龙哥可以更认真的对待这次比赛 好吧 谢谢大家 现在有请我们的十一号玩家 著名刀塔解说属大王 十一号发言啊 十一号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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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了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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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 没关系 他马上就死了 好的 我们12位选手介绍完毕 为各位介绍今天的板子 采用玉女烈白标准板 那么现在为12名嘉宾 发放本局游戏的身份牌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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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进行警长竞选 请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把你们的二维码号码牌 放置到号码灯上方代表上井 本局游戏上井的玩家有 3号 4号 5号 6号 8号 9号 10号 共7名玩家 现在的时间是13分 14分 三号玩家开始发言 3号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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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个先打倒我吧 先打倒我不行就把我卖了 好吗 那怎么办挑吃了我紧张啊 我怎么知道是第一个发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不起对不起对的 过了吗 想不想要不要挑身份怎么办 把不住了感觉有点 算了吧特别紧张特别紧张 好吗特别紧张 我先跳的不行跳的不行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错了 不行不能说再留一些余地 如果你们不把我打死我还有机会 好吗我争取一下 对不起我跳次了我不跳了 好吗我跟大家道歉 原谅我过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留个原始的警惠留吧 其实夜里也是这么想的 十二的金水九六顺验嘛 我觉得九号玩家觉得挂身份 然后没去手验呢不太好意思的 然后就验了十二十二是金水九六顺验 我听李景的发言 我觉得像个好人 第一天起来聊了一些有的没的 我觉得还行 这个状态可以 我觉得他像好人 就九六顺验嘛 十二金水 全场唯一冤家 但凡你们跟我汉跳的跳好一点啊 过了 四号玩家发言完毕 五号玩家请发言 六十顺验 十二号叉杀 就是我是预言家 我跟四号还有十二号玩家没有玩过 跟九号十号玩的次数比较少 我肯定先挑一个我听不懂发言的人 我一次都没听过发言的 所以我就先验了十二号 而且在我对面 然后是叉杀 我今天晚上景辉流先六后十 因为 这个四号肯定是跟我汉跳 这个三号我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 反正他玩得比较花 我也好久没跟他玩了 我不懂他在干什么 但是可以留档查看一下吧 留档查看一下 先不把他拍死 这个六号呢 在我下一个发言 我听听他发言 我先把他留在第一景辉流里 然后我跟十号玩家玩的次数也比较少 只玩过一两次 这个四号是跟我汉跳的 我暂时先把这个十号留在景辉流里 因为别人别的人我也没有 就是我只听到三号四号发言 好吧 这个我就六十顺艳 十二号是我的叉杀 我是真原家没了 六号玩家请发言 珍珍啊 先别自爆 多留一会儿试一会儿 那么大老远过来 第一个自爆就不太好了 你看没事不出你啊 先出火焰老师 是我派他喊跳的 就是因为你说我们门派潮 就跟你就名字干你 就干你 不要问 不要问谁派他喊跳的 先跟你说就是我 就是我 别验我了 把 反正毛毛先放一下 毛毛你先放一下 看看 你是要留到 毛次让你就留到查看 他投不到你票了 珍珍呢 别的没什么 就是 发言的时候纠正两点啊 什么原本的景辉流 就说明你一定有同伴 是不是他让你给你 他让你留的 放心我们我们这个一致是宽怀大度的 先干火焰再弄你 好吗 放心先出你精髓 好吗 先拔你的翅膀 三号玩家 我本来想出三货的 但是现在不弄你了 现在晚上我们就同臭敌凯 先把最丑的弄了 12号 等会儿就这么弄吧 第一局出去的那个人一定是最丑的 来来来 不是你就是他 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是你的茶茶 要不是就再别他出你吗 我觉得第一局出去的一定是最错的 真的是由嫩而外是这么发现的 好吗 出十二 好吗 五六一七打进去 过了 等等 拉回来 八号玩家请勾住 勾住 第一盘总监先勾一勾 好了 过了出十二 六号玩家发言完毕 八号玩家请发言 好 你不知道我内心当中有多闪笑 让我尽量克制 反宽估计也响得快不行了 你说第一局第一个出局一定是最丑的 sorry 我没有救你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真没救你 因为上次金户大战 你是我狼队友 你看我第一个自刀 我在想把他凭什么第一个你中刀 所以 所以说 第一个出局的确实是正丑的 真的是正丑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张狼队牌 总结表演赛嘛 如果正赛我大概就会救 但是不是正赛 表演赛嘛 娱乐娱乐对吧 就是你待会出门的时候 麻烦帮我们把门带上 一楼有电视机可以看 因为我有想过 要不要救你 但是想想表演赛 而且王宝宝这个人 是一个大度君子 他不会因为今天你不救 明天他怎么怎么样 大度的人 好吗 关键是 我本来想 景上我抱一个毒人 炸炸身份的 但是六号说 第一局 第一个出局的一定是最丑的 我心里已经想得不行 笑得快不行了 真的已经快笑得不行了 I'm sorry 好吗 我不知道谁是预言家 这个四跟五 一个发精髓 一个发茶杀 那怎么会听十二号发言呗 对吧 十二号万一跳个神出了 你六号直接站边吗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我会听十二号发言的 十二号发言好 那么就出五 十二号发言不好 就先出十二 对吧 当然如果十二号你拍不出身份 我会看局势 也有可能你是要要先出局 好吗 这个六 真的 我只能跟你说 I'm sorry 不要生气 好吗 这王宝宝 他自己说的第一个出局 一定是最丑的 好吗 过来过来 我是张女无牌 八号玩家发言完毕 九号玩家请发言 有些弹幕送的东西 但是我他妈在减肥 你们一定是成心的 就是果然是这个直播间的水友 都跟直播间的主人差不多 我真吃不了 谢谢大家 前面分辨一下 我觉得 还是先分辨预言家吧 我觉得五是真的 四汗跳了 四十二两两出局 但是为了接下来 我这个人生的道路 能走得长一些呢 我觉得就不要再去 再多点什么 就不要再多点什么了 我觉得你呢 你可能是张身份牌 但我不觉得你一定是张女巫 好吧 反正我觉得你不一定是张女巫 我觉得你 因为前之位 六号玩家是战编 我认的一张预言家的 你这个位置听发言的 因为他跟你说勾注 那让你这个性格呢 要不然你就勾注 那就战编舞啊 要不然的话就去冲 要不然怎么样 很难说是打出一张女巫 然后再去回去 炸六号玩家的身份 说明你跟六号玩家不认识 六号玩家在你这边位置 那你在我眼里 可能一张好人牌 是你的位置身份 你可能就是为了炸他 你可能是一张好人牌 但是你要告诉我 四五真的分辨出来 真假预言家 我觉得龙哥不至于吧 四号玩家起身的状态 我难得这么说啊 就起身的状态呢 没有一个预言家的那个感觉 但是我是看住五号玩家了 还有的话就是十二号玩家 你发十二号玩家 精神十二号玩家 皱了一下眉头 等到五号玩家 发到茶沙的时候 恍然大悟 那就别皱眉头了 这个炎肯定是炎不下去了 所以四十二走 其他的 我底牌是一张普通村民牌 我是一张好人牌 就点这两个吧 我就站上边就够了 好吗 过来 你不要吵 你不要吵 十二号玩家 其他玩家请把上点 12号玩家选择自爆 昨夜是平安夜 各位玩家配戴好面具 天黑请闭烟 警告一次 下次请直接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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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请大家 12位玩家 3 2 1 天亮了 现在是退水环节 4号玩家选择自爆 直接进入天黑 本轮游戏没有警长 昨夜5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烟 各位玩家请佩戴好面具 天黑请闭眼 好的 各位玩家 3 2 1 天亮了 本轮游戏没有警徽 昨夜8号 9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烟 现在的时间是 8号玩家翻篷为猎人 带2 带走2号玩家 你这个样子就灯灭了 现在的时间是 死亡玩家请离场 现在的时间是 27分 3号玩家开始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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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玩家 5号玩家在发6号玩家说 6号玩家第一天死了之后没救 我 你是唯一一个笑得最开心的人 比我还开心 但是那种笑一定是真真切切的 我要 我要一个理由 为什么 只要满意 哪怕有一天你要临死之前 我都能替你去死 明白吗 我只要知道你给我个理由就可以了 但我觉得相反 7 10 就比较有风险 尤其是7号玩家 我不觉得饮料像个狼 我觉得饮料可能是个好人啊 因为饮料在打412的时候 特别的真 用的是足以能够说服我的逻辑和理由 而不是侃侃 胡必聊 在我看来 8的身份会比9差一些 虽然他们是一个已故的两张牌 6就不打了吧 因为6警商都说了 他本来要吹我的 但他不想吹我了 那我也不想吹他了 我不想吹6 其实吧 其实我再听一听吧 因为我我我我 我只是发表一下个人意见 我最终不能够 那个号票 甚至我自己都自身难保 我底牌是一张普通村民 我跟你交代清楚 警商那么操作呢 其实呢 想看看谁是愿家 说白了就是没没没没找到 没找到呢 就这么混过去算了 我底牌是张普通村民 所以 我一定会投一票 好吧 但是拜托别投到我身上来就可以 一张 一张疑似冤家 一张 那他出去只能是个 九号玩家出去只能是个平民 或者是一个女 女如不可能 只能是个平民或者是白痴嘛 就这样吧 好吗 我底牌是张普通村民 我会重点关注七十两张牌 十一号玩家 你只要告诉我 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就可以 第二没什么 一号玩家 我帮你放掉 是因为你在莫之为 我说实话我有点不敢攻击你 攻击你多了我可能会出去 但我底牌是一个好人 我一定会帮助好人团队投一票 好人团队可以今天把我放下来 发言时间还有三十秒 我今天我在高志文 我不能跟你们说些 就是说我发言 你们能找到一些 我的所谓的逻辑漏洞 但是我并不能反驳 如果可以把我放在明天 因为场上狼牌 有可能一张 有可能两张 也不一定 如果可以把我放在明天 我底牌是个好人 展示就不跟你们表水了 我重点关注七十 过了 五号三号玩家发言结束 六号玩家请发言 我个人认为 场上应该还有一狼 那个狼呢 其实我不太想大猫 真的我又不太想打猫猫 那就十十一你们去玩吧 十十一你们去玩 我真的不想打猫猫 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个女巫在 我不知道这个人在发什么言 我说我在这个位置去垂山吧 第一天 第一天四的翻言就是暴匪 然后暴匪的情况下 就是四十 后面就刘奥龙 我不知道他个猎人在那边逼逼点 什么我都不理解 长得丑也就算了 还要比我先出局 我告诉你 我这局游戏一定最后一个出局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以为我真的迟到他没救 我想也挺好的 那么就不救就不救了 结果他是个猎人 哪个牛心那么大 凭什么把他放下来 我是牛我一定请他吃毒的 凭什么 不是他站队不就完了吗 跳个乱七八糟身份出来 那当然了 我认为二代出去有可能是个狼 我不认为九一定是个狼 我不认为九就是勾了 看到拉拉拉起来就是勾 那女巫毒他肯定有女巫的道理了 那我不认为就是帮一枪 因为我认为枪跟女巫 总归有一个人判断是正确的 总不能两个人判断都是我 毒个好人带个好人 那场上有两狼 那场上有两狼的情况下 我自己是个平民 对吧 然后他带了女巫 那女巫你自己跳 饮水是谁你抱一下 我觉得女巫在刚才那个轮次 毒人的饮水肯定不可能是五 对吧 也不可能是八 随便吧 你抱个饮水出来不就完了吗 游戏就这么愉快的结束了 因为我没听过发言 我真的不想打猫猫 我不是我不想打你 不是不认为你是个狼 因为我觉得你是场上唯一的女孩子 你没发言之前我就不打你了 好吧 这是十跟十一 因为十十一一 一定有好人的 就算有两狼 你们也当中也有好人 你们去听一下她的发言吗 她没发言 我不想严杀她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为什么不去制评三号玩家 因为其实她三号玩家这张牌是很难制评的 她在前次位聊了一些 等于没有说 第一天 为什么 我觉得她大概率 有可能百分之八十十个好人 就那么简单 好吧 那就随便吧 你好好发言吧 过了 批名 六号玩家发言完毕 七号玩家请发言 没有关系 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 我觉得女巫读的没错 我觉得九号是一张狼牌 为什么 井上一圈人都死完了 那十号还没有死 十一号还没有死 这两张牌 是最后要飙水的 我觉得这没有问题 我觉得九号是在井上 井上最后一个发言 犯案言十二号就暴露了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读九号没有问题 为什么你说读九号不行 我觉得读九号是对的呀 我也觉得九号像是一张狼牌 我觉得这轮 应该是十号十一号听发言 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听到他们发言 我也不知道十号十一号 谁是狼人 但是为什么 就是我 我明白李景说的 你踩一号一号 最后全体为发言 把你归出去嘛 你要真这么说 就那一号是狼怎么办呢 因为是狼也会归你的 对不对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 但一号也没有发言 因为我是觉得 十号十一号是上井的 那井上这两张牌 为什么没有死 我觉得这井上这两张牌 其实是比一号要多一点的 因为一号是没有上井的 对吧 过了 七号玩家发言完毕 十号玩家请发言 就原本在十二号自爆之前 我起来就想捶这个九的 我起来就想捶他的 他是先告诉我结果 因为他一起来 先是占面了这个五 在那个轮次 我是不知道是五的 但是他起来告诉我 他是占面这个五的 然后他最后给我讲出来的原因 是说四号玩家 你一起来的 那个状态就不好 这是他跟我讲出来的原因 我认为这个原因很牵强 所以我起来就想去捶这个 我不管谁 我认为他九号发言有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三号玩家会觉得 这是一张独错的牌 然后 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到我这里 这个一号成了公共好人坑 对吗 因为这个三 聊了我们之后 他在最后 快结束发言的时候 我才提了这个意 说一号玩家 你因为你是莫之位 我不太敢打你 这是 就是当你 你一直在聊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你为什么不提这个意 我就一直想看你 什么提这个意 对吗 这是我对你观察的点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对你的观察点 你说 十十一去PK 对吗 你说七十去PK 你说你把十一号给放下 你说七十去PK 我认为 我认为这个是个狼 那个二号不一定是个狼 你认为女巫在后置位 我认为女巫是那个二号 为什么 因为在八号玩家起来抱 你六号玩家第一天晚上死 然后他没救的时候 只有那个二号 一个人表情严肃 你明白吗 只有二号一个人表情严肃 我不知道为什么 八号能去开那个二号 就是在我的世界里 二是个女巫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八号能开枪去开那个二 他自己跳着当女巫牌 那他应该就是 在观察其他人的表情 对吗 只有那个二是表情严肃的 在当时我的世界里 我认为二号可能是个女巫牌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八去开了那个二 那现在这个局势 我也认为常常只有一狼 对吗 但是三号刚刚跟我有一个 眼神的交流 就是在你七号玩家发现的时候 我也觉得 就有点奇怪 就你起来就告诉我 这个九独追是一个狼的时候 三跟我有眼神交流 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三 做做的出来还是什么样 我觉得 这个游戏嘛 十一号玩家确实不太像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那个一号放下 我不知道你们前这位三个人 为什么把那张一号牌放下 好吗 我世界里现在能做成狼牌的 只有一三七三张牌 好吧 我放不下这个三 就我不知道你六 怎么把这个三放下 我放不下这个三 我总归告诉你 我放不下这个三 好吗 我会听完发言 然后去投票的 好吧 我希望一号玩家好好聊一下 就是 为什么三号发言的时候 最后才顺带地提了一下你一 然后这个七起来 也告诉你一是个好人 就很奇怪 如果一聊得好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公共好人坑 对吗 那我眼里的狼人 可能就是你三七里面开一个 因为我觉得里面只有一了 发言时间还有三十秒 过了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十一号玩家发言 我认为 三你想听我原因是吧 我告诉你原因很简单 因为六号玩家确实是本桌最丑的 所以当八号玩家说出那个理由的时候 我就 我就真的是情不自禁地忍不住笑 并不是说因为我是个狼 然后发现死了个好人 可能我会很开心一样 这是我告诉你的原因 不知道能不能说服你三号 然后我再说一遍 为什么要我跟你解释呢 为什么我不想你是个狼呢 因为我觉得你紧上第一轮上来 狐逼操作 四号这个汉跳狼 第一个起程说你三号玩家是个好人 我觉得他所有的话 只有这句话是最真实的 因为首先他自己是个汉跳的 然后前面有个人在狐逼港 他只能说你是个好人 因为你不可能是他的狼同伴 你是他狼同伴 我觉得他 我觉得如果三四是两张狼人牌 那我觉得四起来 应该先捶一下三 说你在这胡逼宝干什么 给我好好 警下给我好好说清楚 他起身就说 这个三号玩家的发言像是个好人 我觉得只有这句话是最真实的 是一个狼人视角发出来的言 所以我认为你三号是个好人 六呢 我再说说我为什么也认六是个好人 当八号玩家说 你六号玩家第一天死了 没救的时候 你直接把 对吧 有很多演技派操作 我不知道这是你演的还是故意的 反正你就是 这个都给你推下去了 对吧 你总归 总归相信自己 总归是个毕业玩家 相信自己第一天吃刀了 对不对 所以你六号玩家在我这里 我认为是好人的 然后我想说 我不知道十号是 出来干嘛的 首先我先说说七号吧 七号他说 他觉得九读书觉得是个狼 我觉得你视野有点不太对 首先我是一张好人牌 九号玩家在那个位置 说实话 他 他怒踩 怒踩四十二 我觉得他理由发挥得很充分 就比如说他那个眼神 什么 什么皱一下眉头啊 原来是狼才皱 就狼给狼发精髓 才皱眉头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服我的 你起身就说 九读书是个读出去的狼 我觉得你 我觉得你 你这个不太对 你不是个好人视角 因为我是一张平民 在我的视野当中 我就 我认为九应该是个好人 因为我觉得 那天起来说八九双死的时候 我甚至都怀疑八识吃毒的 我甚至都怀疑八识吃毒的 九是被砍的 怎么怎么的 在我知道八能开枪的时候 九吃毒 那我 说实话 我也挺 挺怀疑那个女巫的 然后 十号在这里跟我说 发言时间还有三十秒 十号在这里跟我说 他说 如果不是什么什么 狼自爆 他起来就要吹这个九 你 你为什么吹他呀 你也觉得他是个狼吗 我是个好人 十二是个狼 我认为 我认为 九得是个好人 我更愿意相信 二代出去的是个狼 因为 九是唯一一个跳起来 对着八号说 你 你 不太像是个女巫 什么什么的 好 发言时间到 十一号玩家发言结束 一号玩家请发言 一号玩家责任蛮大的 这个 很高兴桌上的人 大部分人都能 相信我是一个好人 我先说一下 就是四号在汉跳的时候 其实是透露信息的 因为狼儿汉跳的时候 是会说 百分之八十的真话 为了取信 骗到好人的信任 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假话 为了 混到利益 对不对 他起身说 三号是个好人 诶 然后他发了 十二号金水 十二号证明 是一张查沙海 自爆了 对不对 所以他的假话在这 那他说的大部分 应该就是为了 骗到大家信任的真话 那我认三号 应该是一张好人 虽然我不懂三号 整局在玩些什么 这个套路太新了 我不太会 不太会 一会我们私下交流 六号我认为 也是个好人 为什么呢 因为八号在说 自己是女巫 没有救六号的时候 六号非常生气 极度气氛 这个气氛 不可能是演出来 这个气氛是演出来的 这也太作作 我觉得六号像是个好人 我那把你认下来 那应该是个好人 我一号是个好人 然后十一号 刚刚的这个视角 跟我是一致的 我也愿意相信 十一号 应该大概率是个好人 所以这个局 只有七十两个人 能做成狼人牌 我认为的也是这样的 就是九号 如果是一张倒钩狼牌 他为什么在井上的时候 就这么强势 站边五号 要干他的四号狼头脉 这不是疯了吗 对吧 你倒钩 你也不用钩得这么狠吗 让自己走了归西了 多难受 对不对 所以说九号应该不是张倒钩狼牌 这个崩掉的二号是个倒钩狼 所以我在龙哥崩掉二号的时候 我还蛮开心的 我觉得龙哥崩对的 我没觉得龙哥崩错了 我就龙哥崩对了 所以我定下来的这个方案是这样的 我大概率相信七号是最后一个狼 十号可能是最后一个狼 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出十号也行 我觉得七十两个人中 反正一个人是狼 应该就是最后这一匹狼就在这里 这个四十二和二十三头狼 九号应该是个好人走的 然后八号是枪 我愿意龙票七十PK 或者直接出七 我想想 理一理 因为这个要背锅的 我开局介绍就说我要背锅 万一我出了七十个好人又背锅 就七十PK吧 怎么样 就这么定了 七十PK 天然背锅为一号 别定了 七十PK 我就不落手催花了 直接龙七好像不太好 龙票七十 所有玩家发言完毕 本轮游戏没有紧张 各位玩家请准备自由投票 票情要举高 三 二 一 请举 六号投票给十号 十号投票给一号 其余所有玩家投票给七号 七号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我就这么说 你觉得 怎么说呢 因为上一轮王宝宝 说我身上狼牌的时候 我觉得王宝宝身份可能不对 因为你这轮把我出掉可以 但是你下一轮关键局 你到时候再来讨论 我是不是狼把我出掉 我背锅了 这轮把我出掉 我觉得无所谓 我身上评评 我觉得轮丝够的 好吧 我觉得十号是狼啊 十号十一号 十一号的发言比十号 我觉得十号是狼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 你不去归十号 要么一号和十号双狼 为什么你不去归十号 十号在那个位置上 他十号十一号两张 是锦上最后两张牌 十二号是没有听到 后置卫发言 就直接爆了的一张牌 为什么十号十一号 不能是两狼 你凭什么 把他们两个都站出去 认我这张十一号 认我这张七号 是这张狼人牌 就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真的说 因为下一轮 你要再来讨论 我是狼人 我再被出了 我是背锅的 因为确实 我第一次上这种比赛 我觉得我确实有点紧张 我不知道该 以什么状态来表水 我觉得可能一号 十号 你们一号六号 要么一号十号 你们一号六号 我觉得六号 不像是 能站错边的 就是 我觉得要么六号 真的是六号 六号十号 一号 我不知道这三张牌 没我觉得出 输了呀 如果是两张狼人 那应该是出一张 我觉得一号应该是 那张狼人牌 要么一号 要么十号 我也不知道 你们自己看吧 反正这流行 你跟我没有关系了 过了 好 七号玩家遗烟结束 各位玩家请佩戴好命具 寻找裁判请入场 各位玩家天黑请闭眼 好 各位玩家 三 二 一 天亮了 昨夜六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烟 现在时间是45分 十号玩家开始发言 就是 我是个平民 好吗 我觉得 甚至 以至这个七出局 是不是一张好人 你们拉七十 我批不下手 这是一号拉的 所以我去投这个一 这是我投一的 心路历程 好吗 我是个平民 我已经给你们讲了 我认为二是个女巫 我是个狼 我是不是就去落那个二了 我还会落到这个八头上吗 就我是个狼 我只要跟着你们去捶 不就行了吗 就前几位没有人捶过我吧 我跟着去捶这个七 不就好了吗 我干嘛不去捶这个七呢 对吧 我必须表示 因为我是个平民 我没有身份 我是个狼 这个轮策 我就跳身份 好吗 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认错了十一号玩家 但是我认为三号玩家 哎 就你们 是怎么三票打到这个七身上的呢 就一个六 上一轮投了一个十 六死了 这不是明日要推我吗 我上一轮投一 因为我觉得 一拉的这个规票 我是不满意的 所以我去投一 我真的分不清 好吗 我真的分不清 我是个平民 我是个平民 我已经说了 对吗 就你们去想想 哎 我这个表情很重要 因为你们上一轮拉的是70PK 我不能出局 这是决赛圈 我不能出局 好吗 我宁愿相信三号玩家 是个好人吧 因为三号玩家 是个狼 我就很难了 他是莫之味 好吗 我跟你们 其中的两张好人牌 去对这个话 我上一轮已经说了 我认为常常是一狼 再排一遍 我跟你们讲的逻辑 我认为 二号玩家 在八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只有他一个人 是面色紧张的 我认为他是个女物牌 我觉得他带错了这个人 我认为九 打那个四 哎 不是你有没有听我的发言 我不知道你是个狼 还是你真的没有认认听发言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认为他起来 是先告诉我们结果 后强加上来的理由 他说四号玩家起来 那个状态就不像个预言家 这是他铁站边的一个理由 就一个简单的状态 是不足以让九号玩家 这样一个配置的玩家 去强占边的 好吗 就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上一轮认错了 你十一号玩家的身份 对吗 我确实不知道 我要再替你们三个发言 再去投票 但是我是张平民牌 我是张平民牌 好吗 10号玩家发言结束 11号玩家请发言 11号玩家发言 我认为应该是 七十两郎吧 七出去 他一号归七十 对吧 你首先你自己 你得看自己的底盘 你是不是好人 你先不管一号怎么归 对吧 一号归了七跟你十 那你是个好人 你怎么都得去投个七吧 就算你再怎么不满意 你先活下来 第二天你再去捶这个一都行 你紧上你 你不去投七 你先来投一 你就紧下你说 到这里发言 你就说 你因为一号的归票 你不满意 所以你就投了一 那你先把自己保住啊 你先把七出来啊 万一我们这些人 觉得都是十 你出去了怎么办 你得是个好人啊 对吧 你说你是个好人 你得 你得先把自己活下来啊 对吧 你应该票怎么都得先去冲到七啊 怎么 你怎么能去甩到一呢 你这么自信 你出不了局吗 对吧 万一我脑子一热 我不想出女孩子 我想出你 你不就出局了吗 我是个好人 我认为 币游侠 其实说实话 币游侠后面的发言 有一点抄袭我 我说三是 我说三为什么是个好人 他也跟着说 我说六是个好人 他也是个好人 他也跟着说 但币游侠唯一能让我 不愿意去相信他是狼人的时候 就是他场外 确实场外演技特别飙 就比如说八号开枪带二的时候 其实当天晚上我已经就在想 那个 接下来十二自爆了 接下来白天四一自爆 四一自爆 然后死的时候我心里想 我就已经在隔位想狼是谁了 因为我在我心中 我已经认定了三六是好人 那剩下的狼就出在一二吗 我觉得币游侠在那一轮 在上一轮我认为 他如果是一个狼的话 我觉得他可以跳个女巫 因为常常没人跳女巫 反正我不是女巫 我是个普通村民 我连个白痴都不是 我觉得后面 后这位肯定是有一个白痴的 我想出十 因为我觉得那连十 你对吧 你不去出七 你不先想着自己活下来 对吧 你都说了你是个好人 那你得 莫之为的吧 莫之为哪怕是个狼 他也已经归了你七十了 也就是说剩下我们这些 对吧 这些闭眼拳手 也只能去七十里面投 你想着自己活下来 你总得先把七干出去 你要知道你是个好人 你看过你自己底牌 你百分之百是个好人 那七不一定的啊 你不管七发生什么样的言 先把七弄出去 你第二天再出来干一嘛 对不对 你直接一票甩到一头上 发现时间还有三十秒 我出十吧 我觉得应该是七十两了 七路过真的有可能是个好人 我觉得七不太像是个好人 虽然遗言还是有点让我闻到了 以前盲暴的那股味道 不是 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 我的意思是 以前盲暴录节目的时候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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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逼真的演技 就那个味道 那个演技的味道 我认为毕游侠 我这时候已经没办法去盘 毕游侠是个狼了 因为场上肯定一直是还真一狼 如果是两狼的话 早就结束了 过过过 一号玩家请发言 首先感谢不知道 谁给我送的饮料和吃的 我已经很胖了 谢谢千年 我更胖 一号是白痴牌 一号是白痴牌 唯一神白痴牌 女巫肯定是不在场了 女巫要在场的话 早就跳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上一轮的时候 在归票的时候 我只干归七十 因为我觉得这个七十 两个人的行为 都不在讲话 你十一号的发言 能发生这样 你这一轮还能 他还说是我一号召集你 十一号的发言 我们好久没玩过了 鼠大王 可以优秀 十一号好人 那就三号归票 我觉得十号可能是最后一个狼 就是七十在皮克台是双狼 所以七字投 使投了我 我一号是白痴 我八号崩二号的时候 我就觉得崩对了 崩错了的话 那也没办法 只能说龙哥优秀 对吧 建立在这个逻辑上来说 我觉得只有十号能做成狼了 三号 如果你是最后那一头狼 那我们接下来 三局要怎么玩的 不管 先听听你三号怎么发言 好吧 大概率是不会票落到你 可能会落在石子身上 你来归票吧 一号玩家发言结束 三号玩家请发言 兄弟 我们要讲道理 我们讲道理 四个正常人 都不可能说九十个狼的 只有这个六 那个六 那个坟上 你看有草 看到没有 这个六可能会认九十个狼 是个正常人 我认属大王的理由 真的是因为 我认属大王特别好认 他是个好人 身上总归有一种正能量 能够感染到我 有 但不是那个回答 而是你说 那个九在那个位置 如果要卖四十二 卖归卖 他既然选择卖狼队友 他一定有自己的收益 他没有收益 他只告诉你四十二两 而且他中间说过一句话 我这个人点到为止 为了以后的狼杀之路 走得越远 越高 所以我决定选择 只点你们两个 其他的我先不说了 我先不说了 八九 因为八倒牌开了一枪 所以所有人都知道九十度 要不然谁都怀疑八十度 也不可能九十度 因为八那个种尴尬 我觉得 也就是你被他骗到了 可能 我坚决不让他 我笑得特别的 但是笑得特别的尴尬 我觉得很假 我觉得很假 那十一任九出局 是一个好人 一出局 任九出局 是一个好人 你任二是一个女巫 我也在想 如果二不是被带走那个女巫 昨天晚上你们当白子砍的那个六 就一定是一个女巫了 我底下真的是个普通村民 我 相信十一号玩家是一个女巫 也读不到九 我相信一号玩家 一号玩家现在跳个白痴 只能是你的兄弟 我把十一任下来 一跳个白痴 只能是你 兄弟 真的 我从状态上 我 那个时候 锦上的时候 我把十一任下来之后 一我不敢打 我的理由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 我害怕一是个狼 我捶他 我就死 我自己第一天都聊不干净 我第二 第三天 不好好表水 已经很不错了 我姿态已经很高了 我还去打一 打不动 我只能说 因为我认 五十个愿家 六十个好人 八开了一枪 我认九 是一张吃毒的好人牌 七本来就是个狼坑尾 而七号玩家聊得 上手跟我说 九出局 一定是一个狼啊 九出九 怎么可能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这个 不能够说服 除非你有一大段说辞 比方说我十一号 我问十一号 问题十二号 你回答 你回答满意了 我就把你认下来 但他这段说辞 你十号玩家到那个位置说 一三七里面出狼 你都说了七像个狼了 你不出七 你不要赢这个游戏 发言时间还有三十秒 十一号玩家 昨天把你最后一个狼人的理由 说出来 你是个好人 你底牌已经 你肯定自己百分百 肯定自己底牌是一个好人 你怎么可能投一呢 活下来 我哪怕要只剩这个一号玩家 我一定要活下来 谁头脑一热 把你十号投出去 你永远是个尸体 这个场上我们笨笨的那种好人 再也听不到那种睿智的发言了 兄弟 如果你是个好人 你一定要帮助我们 发言时间到 所有玩家发言完毕 请准备自由投票 三二一 请举 十号玩家出局 游戏结束 好人正义获胜 本剧游戏狼人牌为四号 七号 十号 十二号 二号玩家为女巫 五号玩家为预言家 八号玩家为猎人 一号玩家为白痴 三号 六号 九号 十一号 为四张普通村民牌 第一 狼人十二号 选择自刀 女巫二号 开要解救 第一天 预言家五号 啦啦啦 验到十二号玩家 为茶杀 在锦上 四号玩家 起跳失败 五号玩家 状态非常良好 十二号玩家 只能选择自爆 直接进入天黑 第二天 狼人刀中 五号玩家 预言家 女巫二号 选择没有开读 锦上 四号玩家 继续自爆 选择闷掉锦辉 入夜 刀掉八号玩家 猎人牌 女巫选择开读 九号玩家 普通村民牌 八号玩家 早上起来 发现自己死亡 带走二号玩家 女巫牌 在之后 场上 所有好人认清 行事 第一天 第四天 归掉七号玩家 狼人牌 第五天 归掉十号玩家 狼人牌 狼人夜间 刀掉六号玩家 平民牌 好人阵营 获胜 拿破饭吗